你可能知道能携带核弹头的导弹,能挂在核炸弹的飞机,但你有没有听说过能发射核弹的大炮? 1955年,苏联就曾研制了一种高功率的原子炮,口径长达420毫米,几乎和战列舰上的巨炮相当,能发射570公斤重的核炮弹,可覆盖45公里内的所有军事目标,并且这款60多吨的大家伙还是安装在坦克底盘上的自走炮。 在1957年的红长阅兵式上,这款原子炮首次亮相,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,让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国家都大为恐惧。 而就是这样一款威力巨大的原子炮,苏联却制造了四门,这又是为何呢? 1949年,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在米什克瓦实验场成功试爆,苏联也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, 不过核弹虽然研制了出来,但如何使用它却成为一大问题。 当时苏联效仿美国,研制出了能搭载并投放核武器的图四轰炸机, 但美国却在之后造出了专门用于发射核炮弹的M65安尼原子炮。 该炮也被称作冷战炮膜,重量高达80多吨,能够以水压装弹,一枚核炮弹威力相当于3800吨天梯, 是广岛原子弹的四分之一。 M65原子炮的出现进一步刺激了苏联的野心,实际上大炮一向被苏联人视为战争神器, 在卫国战争中,苏军在每次进攻前都会先发起一轮暴风咒语般的炮火打击, 德军的防御阵地经常还未交战就被炸个粉碎, 而如果将常规炮弹换成原子弹,那么大炮的威力就会成倍增加, 到时无论是马其诺防线,还是齐格飞防线,在核炮弹面前都只是摆设而已。 在这种设想下,苏联也开始了原子炮的研制。 1955年,苏联格拉宾设计局在T-10坦克的底盘上完成了原子炮的制造, 该炮的正式名称为2A3型聚光原子炮,由于当时苏联还未研发出小型核弹, 所以常规的203毫米火炮根本无法满足原子炮需求, 苏联只能把原本用于苏联级战列舰上的舰炮拿了下来,充当原子炮的主炮, 但这还不算完,巨大的炮弹光一克重量就有570公斤, 使用何种底盘来承载这么重的巨炮也成为一大问题。 最后苏联再以S-8重型坦克底盘为基础,进一步延长了车体, 这才解决了底盘的问题。 直到1956年,苏联总共生产了4辆2A3型原子炮, 该炮在列宁格勒郊外的中央炮兵靶场进行多次试射, 虽然射击效果还不错,但机动性太差, 火炮过于巨大导致阳脚不够,并且后座力非常大, 仅发射一枚炮弹,就能将60多吨的车体震退6-7米, 并且2A3型火炮的运输和使用也十分不方便, 自行火炮自身不能装载炮弹, 只能由专门的弹药车来提供炮弹, 5分钟才能打一发炮弹, 最重要的是,这门炮弹的射程为25公里左右, 炮弹在爆炸之后,核辐射是能够波及到车组成员的, 虽然有封闭式座舱,车组人员也能穿戴防护服, 但依然不能保证足够的安全, 所以在种种问题面前, 苏军并没有选择量产这门火炮, 而在同一时期, 苏联机械设计制造局还在进行着273工程, 也就是2B1奥卡河自行火炮的研制, 该炮和2A3型类似, 但使用了口径更大的420毫米口径主炮, 全车长20米, 全重55.3吨, 为了应对发射时的强大的后座力, 车体底盘的负重轮增加到了8个, 卷挂装置也做了加强, 全车最为亮眼的地方, 就在于其远超出车体的那门420毫米巨炮, 据说这门炮发射一颗炮弹的威力, 相当于4000枚125毫米榴弹炮在同一地点爆炸, 射程也能够达到45公里, 安全有了一定的保障, 只是该炮和2A3型火炮一样, 也有着机动和运输困难等问题, 随着导弹的出现, 这种巨型火炮的定位变得十分尴尬, 无论是轰炸机还是导弹, 都能更轻松地胜任核打机的任务, 所以该火炮最终也只是在阅兵室上亮相过一次, 没能量产,尽管这两种原子炮的研制最终都以惨淡的结局收尾, 但苏联对原子炮的研究并没有就此停止, 1955年, 苏联在2A3型和2B1型火炮的基础上, 研制出了S103式420毫米无厚坐立原子炮, 该炮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无厚坐立炮, 原子弹采用火箭助推, 一部分火药气体可从火炮尾部向后喷射, 以抵消420毫米口径巨炮所产生的恐怖后坐立, 但事实证明, 这种设计存在缺陷, 该型火炮在仅试射了6枚炮弹后, 就发生了炸糖事故, 并将整个车体炸个粉碎, 在巨大的悲剧面前, 苏联人最终放下了对原子炮的执念, 改为研制地空导弹, 纵观苏联对原子炮的整个研制过程, 之所以这种火炮未能正式投入使用, 只能说其在一开始的设想就发生了错误, 其原本打算将原子炮当作工程中锤, 在开战初期部署到前线阵地, 几轮骑射就能击垮对方的防御, 为坦克部队开辟一条道路, 但由于苏联没能实现核弹轻量化, 原子炮的设计过于巨大, 虽然威力十分可观, 但部署和使用都过于繁琐, 真正上了战场, 可能五分钟都打不出一发炮弹, 并且这种庞然大物的调动, 也必然逃不过敌方的侦察, 日军的进攻日程可能会因此暴露, 而在冷战时期, 苏联的对手也不再是二战中那个腐背受敌的德国, 北约具备强大的空中力量, 完全可以率先对炮兵阵地实施打击, 笨拙且调动缓慢的原子炮, 在战争中很可能会成为火靶子, 所以原子炮的出现, 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, 美国的M56是280毫米原子炮, 也只生产了大约20门, 并在1963年退出了现役, 这种核大炮从开始研发到退役, 连20年时间都过到, 虽然在外观上巨大的火炮, 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心理震撼, 但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下, 极很难发挥出多大作用, 比如二战德国著名的古斯塔夫巨炮, 整门大炮有四层楼高, 重量甚至达到了1344吨, 一发10584磅中的高性能炸药弹, 威力十分巨大, 只是这门炮使用起来极为麻烦, 只能通过铁路运输, 在进攻克里木半岛时, 德军辛辛苦苦地将这门炮运了过来, 一千多人来运作这门大炮, 但结果却不理想, 呆炮原本是为了摧毁苏军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高尔基一号炮台, 总共也只有有限的几枚命中了目标, 即便威力巨大, 但当时的克里木战场, 德军已经是必胜的局面, 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已经被包围, 被攻克是迟早的事, 制空权也牢牢掌握在德军手中, 所以古斯塔夫才能有发挥的余地, 而到了战争后期, 即使德军一路败退, 古斯塔夫巨炮却从未出现在战场上, 最后还是德国人自己把这门巨炮给炸毁了, 所以总的来说, 巨炮虽然能够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发挥出威力, 但真实的作用并没有其外观那样巨大, 就像原子炮一样, 虽然能发射核弹, 看似威力强大, 但其威慑性远远比不上导弹和战略轰炸机, 所以原子炮的快速没落也就变得十分正常了。